现在目前这个仗到底打得如何了呢 说北顿内刺客是惨遭围攻 卢盖斯克的这个州长 就是说俄罗斯人四面八方来 炮击越来越严重 要彻底的再毁掉北顿内刺客了 那当然这个敌人集中攻 以及的这个利斯坎斯克 北顿内刺客两座城市 是乌克兰控制的最后一块领土了 那当然呢我们也透过这个图 让大家更进步的了解 来请这个亮哥来帮我们分析一下 你这个是卢盖斯克的部分 事实上我这个图你比较看得到全面 因为你只有写卢盖斯克 那这个图是你可以拍近一点吗 有没有办法 可以 对对对对 你可以看到那个上面的那些红线 那个都是俄罗斯集团军的运动方向 那你可以看到他在卢盖斯克 就比较上面那些 他的北面北方面军西方面军 都已经打进来了 然后 对对这个那个地方基本上快要打完了 快打完了 所以现在主要是卢盖斯克 在做最后的攻防战 那可是周边你可以看到很多炮炸 炮弹 轰炸 有很多轰急的 那个炮炮可能就是有一些 就这个就这个画面 就是一大堆到处都有被炸 那我猜是军援 他就是要阻断乌军的那些军援 比如说你就可以看到777的榴弹炮 有残骸 那可能就是有人要运进去 然后他就阻止你运进去 所以他就做了一些炮击这样 这个其实我要解释一下 因为这个是乌克兰 那刚才这个画面不要停 导播让我们看一下 就乌克兰的那个国防部长 他有发这个推特 然后在这个推特上面 po的这段影片 就是呢 他是说俄罗斯的TOS-1A 那么他是在 就是在轰炸这个地方 就是靠近 顿内斯克这个区域的一个地方 那他就说这个实在是非常的可怕 因为这个看起来就规模比较大 比较紧张一些 对所以他又 跟刚才我们讲的乌国的外长一样 他要求 希望能够赶快提供的就是MLRS 但这个现在 我跟你讲 现在我们有时候会听到乌克兰在抱怨说 北约有一些国家 这个光说不练 就是说武器给的很慢 对 那他们有意无意在点赢德国了 德国也喊冤 他就说我们七月会运过去了 七月都打完了 七月 他就在罵德国了 就说你不是承诺一些武器吗 为什么都没运过来这样 画绿色圆圈的就是现在正在开打的地方 圆圈 绿色圆圈 一 二 三 这边 很多都在卢干斯的周边 那就是俄罗斯就是要把卢干斯的打完 打完 这很清楚了 那我刚刚讲到乌克兰在抱怨 第一个就是有一些北约国家 明明是大国 可是武器给的很慢 他主要就在讲德国 那我觉得德国有点是故意的 德国说我七月会运来 然后七月 七月大概战争都快结束了 那第二个是 有一些北约的军方也开始发现 给炮可是没有炮兵 就乌克兰没有足够的炮兵 可以来来运作这些武器 那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实在是没有办法 因为这是欧美规的武器 那本来你要反攻就是六月下旬才有可能 我有一些朋友 他炮兵服役的 他们都认为一个月都不可能学会 所以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八月 那乌克兰的国防部长讲的 说八月 就是你要操作一个炮 能够上手 而且真的是在作战 他说一个月哪有哪有可能 他这样的一个兵就太少 那可是现在就真的在打 那他就急着要把这些炮 运到两个共和国嘛 可是能够操作的兵就是不够 所以你就会看到 因为我也陆续看到有一些炮 就是美国那个Stone的榴弹炮 就弃制在战场 因为也没有人能够去 或者是用这个 或者是太慢 那人家已经攻占了 那你招跑了 所以那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画面上 所看到这种情况 这种炸法的话 哪能够等得到什么 不要说是七月八月 对不对 这个这样子 俄罗斯就是占上风啊 所以难道因此就没在怕 而且像现在库列巴 你看他怎么讲 说北约到现在没做任何事 防堵俄国侵略乌克兰 那北约会不会觉得说 没有啊 我们有做很多事啊 这介大使 那再加上 现在北约 根据德国的媒体是这样说的啦 说北约内部有在私下协议 不提供特定的武器给乌克兰了 因为很怕被报复 被谁报复 被俄罗斯报复啊 其他盟邦不会提供权力支持 然后所以呢 其实波兰三月还避免 要送一款战机给乌克兰 那到现在呢 北约成员国也避免提供西方国家 战车与战机 但我们其实之前有看到啊 什么一个国家两个国家的 然后就开始列清单了说 现在就纷纷提供了一些什么武器 等等等都给乌克兰啊 可是那乌克兰现在又觉得说 你们都没有在做事啊 你们北约到现在没做任何事 他的意思就是 北约没有派兵进去帮他打 北约现在就是军队时候都在外围啊 在保护自己啊 那真正在战场的时候 就是百分之百的乌克兰人 那乌克兰现在军队就是说 比较有战力的像亚述营 他是有什么 他是有精神 他是有思想的 虽然他们是纳粹 他们是极端民族主义 可是他还知道为何而战 他为纳粹而战啊 他为这个乌克兰民族主义啊 可是现在我看了俄罗斯报了 就在顿巴斯的那边的这些军队 素质不一样 他很多是平民 被抓去啊 抓去抓到战场上 然后就叫他们蹲在那边 所以投降比率很高 然后呢 今天你看俄罗斯 他今天他的范围抓到这里啊 你其他的地区 他也不会让你怎么样 他也不会让你 立刻把军队全部掉到东线来打 所以也掉不过来 所以遇到地方在炸嘛 很多地方他就在炸牵制你 而且他当时他的部队 他有好几个方向意思就是让你啊 部队不敢往一个战场集中 你现在你也不敢随便集中 那所以就变成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顿巴斯地区这个打法 你看他这个打的 其实啊顿巴斯 他不像马里乌波尔斯一个城镇攻击战 他当时他有一条停火线 在停火线上 我是看过一个报道说是乌军在那边有 北约部队叫他们搞了一条防线 挖了很多这些啊 地道啊沟啊 搞得像那二四大战那个 法国那个马其诺防线一样 所以你要把他 你要把他真正整个吹掉也不能 所以他现在就是用炸的 让你躲在这些壕沟里面的啊 通通把你炸的啊 那也没有派坦克车 也没有派步兵去一个一个 跟你进去打这种壕沟战 打这种城镇战 所以现在事实上 乌克兰的部队是在挨打 因为俄罗斯第一个掌握制空权 第二个他的炮兵部队 比你乌克兰强很多 所以他远距就在摧毁你 所以现在整个乌克兰现在战事 是很吃紧 所以你看啊 外长也好都出来叫 可是问题就变成 北约不可能派一兵一卒进去 而且现在再给武器 如果俄罗斯只打顿巴斯的话 第一个送不送到战场 因为从19母地方啊 俄罗斯是跨了一条线 你这边啊 他把你的补给线都给你后面进不来 他就要把你顿巴斯断你的后援了 所以顿巴斯现在里面 听说有六个旅啦 不知道多少 可是这个部队现在怎么样 就等于说被围住打了 被围着啦 被围着打了 只有挨打了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呢 是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它呢 跟病毒作用还原之后呢 它是还原成水的 所以对人体 包含孕妇 对儿童都没有影响 重要的是 它一天用上好几千次 好几保险 都没有问题喔 很好奇在哪里买吧 直接上快点购取 应该去铺